大家好,我是NKC主播欣宜 今天要跟大家谴谈改善活动 任何产业不分规模大小 不论工作类型都存在的许多浪费 例如等待时间、存货、动作繁琐、不良品 员工士气的浪费等等 这些都造成了企业营收与利益上的损失 因此企业必须针对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加以改善 这时提案改善的活动便予以而生 而提案改善的目的在于 一、提高生产力、生产效率、营业额及经营效率 使企业管理制度化、合理化 二、降低不良率、降低成本 三、提高作业效率及产品品质 四、激励员工的士气 五、培训主管 六、激励企业员工多加的思考、发掘问题与改善的意识 七、让员工又表达与参与的机会 发挥团队精神、增加沟通的管道 达到全员参与的管理目的 而提案改善的范围有 以企业经营制度的改善 员工对企业当前的经营制度进行查验 考察是否存在的不合理且需要改善的地方 改善项目如 例如 降低原物料的耗损耗 降低原物料的采购单价 减少 节省材料 减少废料 减少废品 提高产量 提高效率 提高营业额 提出新产品的购想 提供新销售的通路等 二、积聚设备的改进及工作生产 效率的改善 在产品生产的第一线员工 对于积聚设备的操作及工作流程 都有切身的体会 通常能提出积聚设备的自动化 省力化 省人化 省时化的改善意见 改善项目如 例如 新工作方法 积聚设备的改进 工具及制具的改进 新加工方式 降低不良品 提高品质 积聚设备的布置改善等等 三 环境卫生和安全措施的改善 工作环境的优劣 直接影响着企业内 员工的心情及工作效率 企业应投入资源 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之外 还需要让员工养成 行与打扫 注重清洁与环境的好习惯 要做到整理跟整顿 调理化 对于积聚设备操作 进行保养与改善 才能更安全 更有效率 改善项目如 例如工作环境的改善 物料搬运的改善 四 不应受理的提案 很多提案都良用不齐 对于企业内 完全没有价值 因此企业对于这种提案 应不予受理 例如 非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 人身攻击 政治问题等等 都不属于提案的范畴 应不予受理 而提案改善要如何持续呢 在 提案改善的活动过程中 最初员工都会积极的投入 改善的案件也会源源不绝 但过了不久 提案改善活动就会因案件逐渐减少而限度的低潮 仔细分析原因 是因为人的惰性 而使得员工总是满于现状 而不想进行创新 另外 活动宣传力道的不够 管理者关心程度不够 部署与管理者之间缺乏沟通 也会使得提案改善的活动处于低潮 因此消除员工的消极情绪 使得提案形成更加活泼化 例如举办员工教育训练 让专家学者到现场演讲和授课 公布提案的改善荣誉板 举办提案改善活动发表会 举办标语漫画壁画短文竞赛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积极且正面的措施 同时对于提案表现突出的员工 也给予提拔或物质上方面的奖励 如此一来可以彻底改善提案改善活动处于低潮的原因 使得提案改善活动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而进行推行提案改善的活动呢 就是鼓励企业对内员工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的意见 使企业不断的而改善 透过提案改善的活动的实施 以提高员工的士气和工作效率 从而提高生产力和产品品质 降低产品成本 让工作环境各疆舒适 加深员工对工作的归属馆 进而表扬和奖励的方式 提高员工的参与积极度 为企业未来竞争力增加了效益和活力 若大家还想知道更多的精管知识 可以上MKC上面做搜寻 谢谢